日前由县府青年发展所规划的 产业永续代代相传分享会 也要请到三位讲师分享 二代承接家业 产业转型的相关经验 希望帮助青年能有更好的发展 先远参门俄认为 青年返向工作一定有许多问题 希望透过迟迟活动 带给他们启发与帮助 大家都知道说我们二代回来之后 一定有很多的碰撞期 尤其我们政府的法令也一直在更改 夹在中间的我们的二代 他必须要怎么来调整这些状况 那我想今天我们来了三位 很不错的一个二代的这些接班人 我相信说在他们的分享 能够给我们这些青年朋友有一些帮助 青年返向不同世代间的观念冲突是不可免 但如果能够度过困境 未来发展将会是不可限量 所以先远彻林肯定青发所的积极作为 并鼓励年轻人要持续努力坚持理想 毕竟青年返向 其实他会碰到很多因为隔代的问题 因为隔代问题他会来自于原来的环境的不同 以及于他观念上的不同 所以会有很多的挫折 那如果说你扛得过去 有办法沟通的过去的话呢 他就是会成功 那我们也很期待 我们这些青年朋友们 真的是要勇敢的去挑战 那也请他们能够继续的在地方 能够好好努力 让我们的故乡能够变得更好 如何吸引更多青年返向为南投发展一起努力 是先远彻林如阳的愿景 所以他也感谢青发所规划分享会 针对青年各项需求提供辅导与协助 能够让年轻人留在我们南投发展 就业就职 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梦想 这个年轻的朋友 不管我们是创业就业 还是说承接家里的工作 我们其实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和很多需要沟通的地方 或者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 那借由这个分享会 我们其实可以由别人的经验 来了解更多 并且来了解到说 现在的青年发展所 会辅助我们的年轻人 能够在我们南投县 更容易的立足在此 议长和胜峰肯定进发所 能够因应许多面向问题 及时规划政策与活动协助青年 让他们能够持续努力 为家乡发展打拼 记者卢凯竹山采访报道